在廣州出席范朱论坛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回应学联要求政府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政改补充报告 她说根据政改五部曲 政府下一步工作是启动第二轮的政改咨询 又说仍然希望与学生对话 但前提是要建基于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陈建敏在广州报道 正在广州的林郑月娥 没有正面回应是否会接纳学联建议提交政改补充报告 她强调政改必须要按照政改五部曲进行 再走下去就要走政改的第三部曲 换句话说政府是需要向立法会提交一个具体方案 在提交具体方案之前 一如在第一部曲我们会启动第二轮的公众咨询 我希望在稍后我们启动第二轮的公众咨询的时候 也能够广泛地与各界讨论 对于政府暂缓同学联的会面 激发大批市民再次到金钟集会 林郑月娥就说没有放弃同学生对话 但前提是必须合乎基本法 这两天无论是公开或者私底下 都有不少朋友 都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同学联的学生代表会面 但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要很清楚 这些会面或者对话 它的目的和性质是怎样 对特区政府来说 会面和对话一定要是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8月31日做了的决定 亦都是基于我们要共同努力落实在2017年 做得到普选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和政府官员在星期日会出席论坛的开幕式 和由香港举办的经贸交流午宴和论坛 在下午林郑月娥会先回到香港 而行政长官梁振英 就会在当晚抵达广州 准备出席星期一的行政首长联席会议 NOW TV记者曾健文 广州报导